刚才说真的 你一直都在大哥身边工作 老师说心情也很难稳定 我们这边被迫呢 他们把他们真的很坏 他们把综艺大哥们列出来 包含瓜哥 乃哥 献哥 诚哥 好 目前这四位 要求你 把他们从脾气的大到排到小 哇塞 挖根给我丢了 这个其实 在演艺权久的人 应该很容易排出来 瓜奶 陈鲜 还是我们一起排看一不一样 那哪个 我们在第一个 我们四个一起写好吗 看大家有没有一样 你有办法吗 我们从脾气最小的开始 瓜奶 瓜奶 还有谁 陈鲜 陈鲜哥跟献哥 我觉得 我觉得陈鲜哥应该是脾气最好的 你们为什么要跳到这个坑里面呢 因为我觉得蛮好玩的 我本身还跟其中一个住在一起 所以我就不玩了 嗨你们哦 哈哈哈 我好恐怖 全了解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呃 呃 比起 比起最小的 最小的 应该是线吧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 诶是哦 对 嗯 然后 再来是橙 然后 瓜奶 瓜奶好像是一个什么饮品 东瓜状奶 哈哈哈 红瓜状奶 部分上下吗 瓜奶 呃 瓜奶 我觉得瓜奶 白水的 就是 哦真的哦 就是差不多 嗯 是哦 哦你是说瓜哥跟乃哥在你心目中脾气是一样大的 哈哈哈 只是一个显性一个隐性 哦 就是他们对事情的要求啦 然后 呃 有一个是真性情 有一个是真性情 哪一个是真性情 哪一个是真性情 哪一个完全不掩饰的 所以瓜哥是假的 没有哈哈哈 你不要这样子 瓜哥是有技巧的 瓜是对事情很要求 他对事不对人 嗯 哦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有人对人 有人对人不对事 哈哈 哈哈 因为我们来两个是恶劣的记者 哇 怎么给人跳 哎我们这么多年来 人家这样对待终于 对啊 我们可以这样对别人多傻吧 哈哈 因为接下来要问的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蛮刺激的 就是你刚刚说非常真性情的这个 奶哥 对 他曾经在跟你工作的时候 真的被惹毛 然后当场踹东西 然后不录就走人啊 哦 可能有下一拖吧 那一次有上 对 假戒子生气 然后就先走 我不知道 他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 那一次后来隔天好像新闻有报 报纸有报 然后就还蛮多人问我的 然后我自己也打去问奶哥 对 所以你不知道他生气了 当下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那天我们是录那个 捏黏土的那个单元 然后我记得蝴蝶来上 凯乐 然后那一天就是捏黏 因为他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觉得他捏不好 然后他就哭了 蛤 对 蝴蝶就哭了 然后他一哭 我们大家也慌了 就 然后我就可能在旁边碎碎念了一句说 哦 奶哥每次都给人家很大的压力 然后可能就是后来不知道怎样 然后奶哥就说他不录就走了 然后后来我们大家就 等一下还有一个单元 然后后来就没关系继续录继续录 好就这样也录完了 然后录完之后后来我就问说怎么了 然后他们就说可能是我讲的那个 奶哥 让人压力大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奶哥 我说哎 哥哥不好意思我刚刚怎么了 我是奶哥我是不是讲错了什么话 让你不开心 然后他就说 哎没事啦 不要听他们乱讲 没事没事没事 是不是真的有下一团啊 我不知道 有听到麻将的声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他就说没事啦 我就说那如果我真的有讲什么话 你不要往心里去哦 我没有那个意思哦 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哎 不要听他们乱讲啦 没事没事这样子 那你相信没事吗 他说没事就没事啊 我就不要懒在自己身上啊 OK 我干嘛 那是蛮乐观的 对他有说没事 他都没事我还在那边想 对不是我还在小剧场干嘛 就没事啊 因为我们下礼拜还是要见面 对 换成你们你们会放得下吗 我可能会送个礼吧 我可能会自己打给他说 奶哥没事哦没事哦 哈哈哈 不是我给他压力了 而且我有胆子超小的 怎么办呢 那我想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他越说没事 我越觉得又是 怎么办 会会会会会 无计其实有三通电话 晨晨哥也打了 制作人也打了 奶哥也打了 都打了 都确认 晨哥一定OK的 晨哥说没事啦 制作人说没事了 奶哥说没事就真的没事 不然要怎么样 就连线了 已经拔了三个杯了 对啊 OK了 三秋杯啊 这就过关 大哥身边的女人真不好当 好像还蛮紧张的 就有时候要懂得 就是自己吸收一些事 没错 因为大哥也不方便 把真心话说出来 有时候他也只能用一种暗示的 或者是啊 有点在忍耐的样子 你就要自己知道要怎么提升自己 以后我们就不要白目就好了